人生只有几次机会 这是一位曾经满怀理想与报复 走出国门来到北美 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 雷正环对母亲经常提起的一句话 然而现如今 由于一场赛事的意外 他成了一个无法自我照顾 每天只能躺在医院床上 望着天花板的植物人 最遗憾的是 这场令人悲痛的意外 本可以完全避免 2023年10月14号 一场被号称是 接触轻微和可控的 武术锦标赛 在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的体育场举办 来自于布列甸哥伦比亚大学的 武术爱好者 郑环雷报名参加了比赛 没想到这场比赛 却改变了他的一生 加拿大格斗运动监管律师 Eric Magrach 在社交媒体上透露 雷报名参加了宣传中的 轻接触跆拳道锦标赛 同一天进行了多场比赛 最后一场比赛后不久 他失去了知觉被送往了医院 随后被诊断出硬抹下血肿 即颅骨内污出血 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往往是致命的 事实的确如此 手术过去的三个月后 雷仍处于植物人的状态 由于留学生身份的雷 在当地并没有任何亲人 他的母亲只能从中国飞来照顾他 同时还面临着巨大的治疗费用 根据雷的母亲李女士 在律师提供的一份由中文翻译的声明中写道 他感觉仿佛经历了一场死亡 那么这到底是怎样一场武术锦标赛 变成了一场谋财害命的可怕赛事呢 根据资料显示 这场名为全踢kickboxing的比赛 是由西加拿大武术锦标赛 WCMAC中的一些人组织 并且由世界跆拳道空手道联合会加拿大分会 WKUC对其进行了官方认可 但实际上在一份诉讼中 原告方指控武术锦标赛的组织者 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 来保护像他儿子这样的参赛者 他还指控比赛的裁判和急救员资格不足 未能确保儿子的安全 并且世界跆拳道空手道联合会加拿大分会 也没有资格对该活动进行背书 这就意味着这场比赛违反了当地BC省的法律 这让这场拳击比赛成为一个非法认可的活动 除此之外 承办本次武术锦标赛的场地加拿大西蒙飞沙大学SFU 还未能确保其设施被适当使用 目前 本拿比皇家加拿大骑警 已确认正在进行调查 但未提供更多的细节 在诉讼中 李女士声称 她的儿子在2023年的10月 在SFU举行的全体锦标赛中进行了三场比赛 诉讼称 她参加的是一项名为连续轻触的赛事 比赛过程号称是接触轻微和可控的 并且禁止有职业战斗经验的运动员参加 然而实际上 雷参加的是一场真正的拳击比赛 有视频显示 雷的一个对手 据称曾在泰国参加过职业比赛 但组织者却并没有阻止他参加锦标赛 这位对手在比赛中多次用超出规定力度的攻击打了雷 而裁判却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 诉讼指控 雷显示出了严重受伤的迹象 但组织者和推广者没有审查他的状况 他被允许再次参赛 赛后 雷的情况急转之下 他多次呕吐 意识模糊 令人震惊的是 赛场上并没有准备好适当的医疗护理 救护车到来 耗时时长打90分钟 而最终雷被确诊出的急性硬膜下血种 是一种让人生命垂危的脑部出血 在临床治疗中 甚至一分钟都不能耽误 雷的母亲透过媒体表示 他的儿子在加拿大学习了五年化学 现已飞回中国进入治疗 雷在单亲家庭中长大 是家中唯一的孩子 母亲把他培养到今天这一步并不容易 正当他即将完成博士学位时 希望破灭了 除此之外 还要进行一个漫长的法律诉讼过程 目前雷的母亲已经起诉了比赛的组织者 西蒙飞沙大学 他儿子的对手 赛事的裁判 以及其他参与赛事的相关人 目前被告方对此事发表的评论 寥寥无几 尽管诉讼文件指控 锦标赛组织者试图通过 把比赛定性为连续清除 来规避省级 针对抬拳道比赛的安全规定 以此节省成本 但实际上这是一场真正的拳击比赛 因此WKUC没有法律资格对该事件进行认可 雷的母亲李女士难过的说 现在我必须开始另一段旅程 在他生命的后半段照顾他 没想到那个渴望抓住人生中 每一个机会的阳光上进大男孩 竟然成为了毫无自理能力的植物人 真的让人心痛 但我们为雷及他的母亲 送上最深切的同情和祝福 希望雷能够在母亲的悉心照料下 早日康复 同时小编也希望热爱 伴有一定危险性运动的观众朋友们 一定要量力而行 最大程度地避免此类的非来恨祸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